你结了婚却遇到了喜欢的人 在这个利欲熏心的时代 每个人都好像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为了车子房子变得不择手段 要是混得好点的话 还能买得起车子和房子 如果说像我这样混得很差的话 车子房子根本就买不起 就连找一个让自己心仪的女人都非常的困难 我叫小李 今年26岁 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在一家小型私人企业 当一个小主管每月6000工资 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的过着 虽然工资不高 但还算好的就是这份工作比较稳定 我们老家的房价现在都已经涨到8000了 如果说打算买一栋房子加首付的话 起码要准备30万 而我在这边租房子一个月1000 吃喝拉撒全部算的话 每个月撑死只能遇到3000块钱 一年也只能存3万 我这样得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啊 更别说找老婆结婚了 一次同事聚会上 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小方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相貌平平 个气也不算高 穿着就比较普通 因为去参加聚会的 只有我和她是单身 后来我们就干脆留了个联系方式 打算试一试 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条件 所以说我对我未来的女朋友更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能安心陪我过日子就行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电话聊天 渐渐的她对我有了依赖感 经过我的田园蜜语 和不断给她制造一下惊喜 她就渐渐喜欢上了我 慢慢的我们就成了男女朋友 在一起谈了两年 我们的感情保持好 所以我们打算结婚了 因为各自的条件都不高 所以说我们也就走了个情势 办了个普通的伙计 结婚的时候 他们家只问我们家要了5万的彩礼 我家没车没房 现在还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她也没有怨言 让我很欣慰 婚后就这样平淡无奇的过着 可是直到有一天 我认识了我现在的情人小丽 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 以及生活 由于公司渐渐有了起色 我升职做了经理 公司来了个新前台 小丽个子挺高的 说话也举止大方 也很讨男孩子喜欢 做事也非常认真 有一次公司组织旅游 我和她的故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公司大部分人都去游玩了娱乐项目 只有我两个负责烧烤 在烧烤的过程中 我们谈了很多 发现彼此的兴趣 爱好都非常相似 她对我原来早就有一种爱慕之情的 聚会当晚大家都喝多了 我扶她回房间时 没想到她一把搂住了我 我也是酒喝多了没人住 当晚我就和她发生了关系 并且从此我就深深爱上了她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想和我现在的老婆好好过日子 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每次我和她一起出来的时候 我心情都很放松 无论在苦在内 看着她我都能笑起来 她总是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我到底是和我现在的老婆离婚 还是和小丽断绝一切关系 重新过日子 这让我左右为难